国际狮子会300F区花莲莲花狮子会 18号捐赠100只爱心伞 含一组的伞架给花莲县府 由县长代表受赠并回赠感谢状 感谢狮子会实际关怀乡亲的行动力 为社会带来正面能量 让爱在花莲永续循环 爱如同伞花朵朵开 国际狮子会300F区花莲狮子会 会长江宝华提到 莲花式子会每年都会固定捐赠爱心与伞 到学校、社区及火车站 也都获得大家的好评 今年更将延续爱心 正与花莲县政府、卫生局、花莲市公所 以及吉安乡公所等机关 今年更特别定制伞架 让多功能的爱心伞有更好的收纳空间 让更多需要的人可以循环使用 我们今天莲花式子会 我们来做一个捐赠爱心伞 那每年我们都会有大量订购爱心伞 然后今年比较特别是 除了爱心伞以外 我们又特别定制了一个那个伞架 然后让我们的爱心伞 有可以很明显的地方放 然后也可以就是收纳的比较整齐 然后也可以做我们莲花式子会的一个宣传 那今天大概捐赠多少 今天捐赠100支跟一个爱心伞架 除了县府之外有没有别的例子 市公所、吉安乡公所 然后预计明天还要再捐赠卫生局 对 那接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再找一些就是需要的单位 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做捐赠 花蓮县长许正伟也提到 感谢狮子会300F区 花蓮狮子会每一年都能够坚持送爱到花蓮 以爱的力量带给社会更多幸福 也为社会带来正面的能量 希望乡亲在使用过后 都能够将爱心伞归位 让爱心伞不断延续被使用 给予更多有需要的乡亲 及时的帮忙 记者凌桀花蓮市采谋到 感谢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